上集跟大家介绍了0-6岁的儿童房设计 其实小朋友到7岁 不论是环境或者读书的需要都不同了 今天就为大家讲解一下7-18岁的儿童房 有什么要注意 踏入7岁,小朋友都可以读小学了 在这个阶段,家具选择上可以多考虑学习需求 可以准备一个学习的区域 例如书櫃、书桌和椅子 没错了,记住书桌和椅子都尽量准备一些 可以调节高度的款式 从而符合小朋友会变高的需要 同时减少游戏空间,令孩子专注学习 而为了小朋友的视力着想 尽量使用自然的光线 如果要用灯具,尽量选择明亮柔和光线 需要写着的时候,就用白光或者迷光 休息才好用黄光 去到12-18岁,他们都开始进入青春期 会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注重自己的私隐度 所以,父母可以为孩子打造一个独立空间 给他们 没错,在房间设计时,都要注意私密性 在设计时,都可以适当地征求孩子的意见 而表示父母尊重孩子的选择 另外,场面的色彩 可以避免太过严厉 去到12-18岁,孩子开始对空间的敏感度下降 甚至都越趋成熟 所以建议用一些中性的色调来装饰场面 例如米色和白色 还有,不要频密更换家具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状态 如果太频密更换家具的话 可能会影响小朋友的情绪 和出现不适应的情况 其实,不同年纪的小朋友都是他们各自的需要 我们需要考虑到孩子的自身实际需求 再选择适合他们的装修材料和装修颜色 作为家长,一定要用心为自己的小朋友的需要 打造合适的儿童房 给小朋友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之下生活学习 才可以望子成龙,望女成风 看完这条片,大家记得like和share 记得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Easy House位于科学员 我们成功配奏了超过2000个装修案例 欢迎准备装修的你 透过上网或电话 向我们提供基本的装修资料 Easy House专员会因应校会的预算和装修风格 提供三间合适的设计公司和装修公司上门大赤 我们会为校会提供报价分析 和见证签署装修合约 在工程期间 Easy House专专员也会定期上门事刷装修进度 令校合可以更加了解单位里面的状况 所以快点联络我们Easy House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